兩國的媒體也好 知乎也罷 都認為對方是一種威脅 是挑戰自己未來在國家利益 和世界各地的利益的一個 最主要的威脅 美國經濟在中央 好 謝謝您 王先生 我們了解您的意思 由於是今天關係的 請您發表您的評論到這裡 皮克林大使 剛才很多人 就是對各種各式樣的問題 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首先我想要請剛才這個王先生 講到這個美國和中國的這個關係 他認為是一個競爭關係 而且他覺得 美國就是要遏制中國 很多在中國的聽眾 觀眾朋友 或者是中國的官員 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您是怎麼看的 我認為王先生他的這個結論 他自己也說了 是看了很多新聞報導 在美國新聞報導 有很多不同的言論 我很仔細地觀察美中關係 我認為 與其說是敵對關係 應該說是這種 匯流的合作關係 中國在美國的這個國債當中 是最大的投資國 而且我們兩國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 我們兩國的經濟是互相依存度非常高的 而且我想呢 我們希望能看到的是 經濟的這個改變 經濟的增長 可以影響到他們的政治 比如說現在我們在電視電話上 可以和王先生溝通 就是一個新的改變 那還有剛才是 陳先生媽媽 台北打來的 他說他對於這個學者 還有人民之間的這個交流 互訪是可以促進關係的 我是非常贊成這種說法的 我之前呢 在奧地利就看到了這個現象 那另外一位先生談到了 這個台灣對於大陸的民主的推動 然後說台灣有些人認為 他們自己不是中國人 上海公報是中國還有美國簽署的 那在上海公報當中呢 寫到了海峽兩岸的人民都是中國人 而且美國呢也不斷地去提倡 然後呢去促進和平地解決兩岸問題 而且這個呢 也是美國現在和中國關係 還有外交政策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也繼續鼓勵 這種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 那現在呢 這個兩岸的情勢呢 也開始有所好轉 現在呢兩岸的人民呢 可以互相的這個參訪 我想呢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改變 而且台灣的民主政府 當然是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們也看到台灣人民 現在呢 一直是非常支持民主的政府 有些人呢是支持獨立 但是我們並不鼓勵獨立 而且我相信應該要遵守上海公報 是 皮克林大使 說到這個兩岸關係 這個美國和這個台灣 還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在70年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這個變化 您那時候是在國務院 那麼我們有一個網友 就談到那個時候的問題 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 並談談您的看法 他說這個奧巴馬總統和美國政府官員 以及關心中國事務的政治人物 應該加強對中國歷史的研讀 自古以來 中國的歷朝歷代中 有政朝 也有衛朝 有竊國篡權 還有歐漢監政權 比如抗戰時汪金衛的 為中華民國 而中國在民國38年前後 美國政府為中國的花言巧語所欺騙 放棄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導致中共竊國並且支持發動韓戰 給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中共就是一個出賣中華民族利益 壓榨大陸民眾的偽政權 是非法的政權 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 這是不道德的 是違反普世價值的 是有愧於中國人民的 美國政府應該立即終止 對北京中共政權的外交承認 而立即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並且和大陸民眾一起推進 中國大陸的進步 實現兩岸海峽的 海峽兩岸的永久和平 美國當然現在是不會這麼做 但是我想要談談您 那時候在70年代 在國務院對於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在70年代的時候呢 當然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 70年代初期的時候 國務卿是秘密的訪華 那個時候呢 當然後來就完全不是秘密了 但是他的那次訪華呢 就建立起了後來的基礎 就是79年的互相承認 那那個時候呢 只看到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而且在70年代的時候呢 美國和中國之間呢 包括之後很多很重要的人 包括之後的老布希總統呢 也開始就是和中國之間的交流 這是我們正式的交流的起步 我記得呢 基辛格他第一次當上國務卿之後呢 是73年的時候呢 去北京訪問 那當然對我來說呢 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 因為那個時候很少有 美國的官員 是在49年之後呢 很少有美國的官員去中國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很有趣的機會去 在那個時候呢 看到了美中關係的發展 而且也了解到 我們攜手合作是可以帶來進展的 但是呢 這個進展呢 並不是說犧牲了和台灣的關係 而是固權和兩邊的關係 而且我們也非常清楚地定義了 是在尼克森總統訪華 然後簽署了上海公報 還有之後另外三個協議當中呢 都很清楚地寫出了 我們要如何定義和這兩邊的關係 而且對我來說呢 也很清楚地知道 剛才有一位先生呢 他說他想要比較歷史 叫我們回到了40年代 這是很困難的一段時間 沒錯 而且在49年到72年之間呢 我相信呢 是很非比尋常的一段時期 而且我也認為 美中兩國都是很大的國家 我們有這個 對我們兩國來說 都非常重要的歷史上的關係 尤其美國在19世紀還有20世紀的初期呢 那種和中國的這種 傳統的關係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72年呢 繼續重啟這種關係呢 對於美國來說就非常重要 當然79年對於來說 對於美中關係 其實歷史上是最重要的一段時間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 聽眾觀眾朋友是怎麼說的 山東李先生 你好 山東李先生請說 你好 你好 是 李先生請說 美國這麼大我這麼大我管照 我還想著 你說怎麼會 那麼多大使館 我把中國的照片 好 謝謝 我是李先生 你說不 好 謝謝您李先生 您評論 我們來接聽一下北京李先生的電話 北京李先生 你好 喂 是 北京李先生請說 對 是 是 我是 是 北京李先生請說 您在線上 好的 張小姐 你好 請說 你好 我看到今天的這個談話了 我想說一個呀 還和這個 宏大大使館有淵源 當年呀 就是宏大大使館以後呢 我策劃出版了一本書 書名叫《虎視中國》 當初呀 這個書裡 我現在來看呢 這個書裡呀 宣言了就是說 對美國的不信任和這個敵視 有一種呢 有一種呢 就是相對來說 浮躁的民族主義情緒 今天呢 我看到了這個 美國先生的回答 就是說呢 我的意圖呢 就是我們已經沒有必要 追究 當初究竟是誤詐 就是誤詐 李先生剛才這個 皮克林大使呢 已經很清楚地說呢 這個是一個這個 誤詐事件 對 但是呢 作為我們對方來說呀 我的感覺是 就是說 究竟是誤詐還是真詐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追究 我的意圖是說 就是說我自己呢 到經過十年以後呢 我完成了這個轉變 我相信 就是美國 從過去 現在和將來 它都不是中國的敵人 相反它應該是中國的朋友 好 非常謝謝您啊 李先生 謝謝您的評論 好 我們來接聽一下江蘇胡先生的電話 江蘇胡先生請說 你好 你好 胡先生 我反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 但是我堅決了和支持了對台動武 因為台灣很多人啊 他根本就是喊嚴 美國應該像1975年 放棄南越一樣 放棄台灣 我希望習近平上台以後 對台動武和核武去打擊台灣外國賊 好 我們都不希望 這會發生這個動武的事情 因為會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 那我們來接聽一下 加拿大的王女士的電話 加拿大王女士 你好 好 王女士不在電話線上 寧夏高先生 你好 寧夏高先生 請說 你好 你好 高先生 你好 請說 你好 再訊息一下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不論是美國人 我最在想 剛才那個北京先生的 不論美國 真詐中國 南斯拉夫大使館 還是假詐 美國的民主 美國的信政自由 都是我們中國人民想望的 中共是最 世界上最暴虐才能的 極權政治 我希望下一次 美國政府真的炸一次 弄一個精確的 好多精確制導導彈 把那共產黨的 從國家主席到那中央高官 通通給它炸死 讓我們實現民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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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高先生 謝謝您的評論 皮克林大使 剛才聽到這些聽眾 觀眾朋友的評論 尤其關於美中關係 您有什麼想法 我認為您有很多 人有什麼資源 我剛才聽到的很多想法不一樣 北京的李先生 他說了我剛才想要解釋的 就是不論您認為我們說的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 事實就是這個事情已經過去了 而且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現在已經成熟了 那我想如果有意見不同的人 不論您認為中國政府或共產黨怎麼樣 我也曾經在節目上說過 你們要怎麼想都可以 但是你說要去摧毀中國領導階層的話 這個是美國人不可能做的 也不可能是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不可能做的 我們必須要去接受政府 比如說我們也支持中東的這些改變 這些政府裡頭的改變 那人民是有權利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們當然是非常樂於見到這種民主的改革進程 但是同時我們也非常關心要如何去幫助這些 推促民主進程的人民去幫助他們得到選舉等等 在我看來要得到政治還有民主的進步的話 如果說是一個很具有動亂的地方是很困難的 所以這些地區的外交官還有政府官員就必須要特別努力 比如說我們今年就看到一系列的事件 在中東的國家發生了這一系列的事件 其實之前我也聽到剛才新聞 我們在美國國內自己有很多示威遊行 比如說在華府這裡也就有示威遊行 這些遊行的人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全球的金融危機感到很生氣 所以才出來遊行 但是他們有機會可以站出來說話 就像我們外交官一樣 必須要出去然後跟人們對話溝通 希望能帶來這種雙贏的局面 要一起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我認為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必須要特別去側重那些我們可以達到共識的地方 如果我們就算不能在所有的問題上面都達到共識 但是我們在重要的問題上面可以達到共識的話 對於我們兩國來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讓我們幫助我們可以去避免像海南或者是貝爾格萊德 這樣類似的事件或者是在匯率的問題上 還有經濟的政策上可以達到更多的共識 另外包括還有氣候變化的合作 我相信中國現在在氣候變化上有很多的進展 我看到中國的西部地區去年去看的時候 有很多風力發電的發展 我感到印象深刻 而且中國現在也有很多這種可更新能源的工作 我們美國也有在做 但是在美國還沒有辦法達到共識 還沒有辦法確定說我們在國際上 要和其他國家怎麼合作 要做什麼樣的承諾去改善能源使用 去遏止氣候變化 我相信也認為這個工作應該要做 而且我相信中國現在對於氣變的問題 非常重視 是很重要的 中國現在漸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這在國際上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但是在繼續接聽觀眾朋友電話之前 我想再問您就是說 剛才有一些人對美國有一些想法 您在這個50年的外交生涯當中 在這個世界各地當這個美國的大使 在俄羅斯 在印度 在以色列 在約旦等等 您在跟當地的這種官員 或者是民眾的交流當中 您覺得一般的世界的人是怎麼看美國的 您覺得這和真的美國有什麼樣的落差呢 我認為其他國家的人看美國 是看美國的說什麼 還有我們做什麼 還有我們在國內 還有在國際上做什麼 所以我想舉例來說 在中東的這個伊拉克戰爭 就讓很多世界各地的回教徒 穆斯林非常的生氣 就是對於美國想要去做的這個解決方法 尤其使用武力的這個方法感到很生氣 其實我自己也不同意伊拉克戰爭 我認為這個戰爭不是一個正確的戰爭 我在打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看到那個時候的總統是非常仔細地考慮了以後 他確定了說是聯合國還有美國的國會都授權他這麼做 他才去開戰的 而且他也那個時候也決定說 那個時候不會帶來這種很危險的後果 但是我認為後來這個伊拉克戰爭呢 就是完全相反了 而且也傷害了我們和回教徒之間的關係 好 我們來接聽一下江蘇趙先生的電話 江蘇趙先生你好 江蘇趙先生請說 好 趙先生不在電話先生 江蘇李先生你好 江蘇李先生 喂 是 李先生請說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賓好 我看了剛剛那個電視 我剛才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經常看 我剛才非常贊同那個北京的先生說的 這個不管是誤炸還是有意的炸 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我們不用再追究以前的事了 但是那位明顯的先生說的 並不代表我們最低層的這個民眾 中美關係50年來這樣講 都是一個可以這樣講 就像有利用有被利用的關係 政治嘛都是這麼 都是這個一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這個 剛才這個 您這個主持人張先生 張小 張女士說的 這個不希望這個動物 但是我覺得現在動物恰恰最多的 就是美國 放野世界現在動物最多的 就是美國動物最多 好 謝謝您的這個評論 等一下我們請皮克林先生來回答 好 我們來接聽一下廣西羅先生的電話 廣西羅先生你好 廣西羅先生你好 你好 張大姐 你好 請說 你好 請說 好 我說 好 我說 美國美國是 美國 口口聲聲說是 我們中國人的朋友 中國人們的朋友 那麼你們美國 外交政策 你們承認 承認這個中共政權 那我們怎麼辦啊 好 沒關係 謝謝您 謝謝您打來 也希望您以後多多打電話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討論 謝謝您 我們來接聽一下 湖南吳先生的電話 湖南吳先生你好 湖南吳先生 好 吳先生不在電話線上了 我們來接聽一下 江蘇陳先生的電話 江蘇陳先生你好 江蘇陳先生 好 陳先生 好 不在電話線上 我們來接聽一下 山東孔先生的電話 山東孔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中國我個人 我沒有人民 中國只有老百姓 除了阿貴 也就是華老酸們了 當然現在 除了一些個 武先生 也就是五毛黨先生們 他們也不反美 他們 不過也是為了賺五毛錢 過日子過日子而已 我給主持人提的這個 給嘉賓提的問題是 中國的毛澤東72年 與美國建交 任美為父 鄧小平78年復初 就先到美國 中國的各個領導人 在上台之初 大概都是與美國和好的 在他們下去之前 可能要弄點事 是不是這個意思 謝謝 再見 好 謝謝您孔先生 好 我們來先聽一下 最後一位聽眾 觀眾朋友的電話 甘肅楊先生 甘肅楊先生你好 甘肅楊先生 甘肅楊先生 這個民主是一種假民主 所以我看了一個 中國的人權報告 美國發表的 中國是個專制社會 非常的糟糕 他們的九人幫 禍國殃民 他們這個思想完全被邪惡 被自以為上市 好 楊先生很不好意思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只能讓您 發表您的評論到這裡 我們來接聽最後一位 聽眾的電話 浙江黃先生 請用30秒時間 來發表您的評論 謝謝 你好 你好 張美智小姐 你好 我是郭文維新電視來收看您的節目 謝謝您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 我想主要被伊斯利所左右 伊斯利如果問題解決好的話 他應該在美國推行民主和人權的話 應該會更加方便一點 好 謝謝您 黃先生您的評論 皮克林大使 我們用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您是美國的資深外交家 通過著美國之音 您覺得您要怎麼樣告訴我們的聽眾 如何瞭解美國 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美國首先是一個民主政體 所以政府必須要幫助人民 舉行常態的選舉 我們當然是會換領導人的 我們的領導人是不可能在台上做到死的 他們必須要人一個一個換 我們也不知道下一個領導人或是誰 只要到選舉之後才會知道 我們的每一個州都有類似的這樣的體制 我們也相信法治 也希望不斷地改進法治 我們是一個不斷地有所行動的國家 而且也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式去解決政治的問題 我們有新的選舉就快要舉行了 如果你不能親眼看到的話 可以在美國之音上面看到我們再來新的大選 而且我們美國到最後也是有責任 要去監督我們的領導到底要做什麼 還有我們國家的形象 我們當然有時候很失望說 有一些領導會犯錯 但是長期來說我們是可以做自我更新的 而且美國人也非常認真的要做自我更新 要內心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海外的人民也對於美國的狀況非常關心 但我想到最後 如果有新的政府上台 不管是有沒有換人 我們都是不斷有自我更新的機會 把事情做得更好 好 謝謝美國前副國務卿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皮克林大使 參加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由於時間關係很抱歉 無法接近所有聽眾觀眾朋友的電話 希望參加節目討論的朋友 請您下次提早打電話 那麼今天的時事 大家談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來賓和聽眾觀眾發表的是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美國之音 通曉美中大使鎖定美國之音 在明天的節目裡 我們要一起關注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境況 不要錯過 我是張碧芝 祝大家晚安